探討一下就是關於後續臉項處理訪問的問題 那念時間寶貝 您鬧了就繼續開始 那其實Malcate Proportionship它的整個掃瞄到成像的流程 跟我們一般合一照 跟一般的像醫學的一個處理流程是滿類似的 大概從accusation 然後做一些symbol的動作之後 到體肝刷詢 到processing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大概25分鐘都會用在這兩大部分去探討一些 就是我們臨場上比較常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先從女康插旋的部分開始做討論 那如果我們熟知的就是目前我們大概主要兩種方式 一種是你用feel-back projection去做 一種是你用telective的方式去做 那事實上不論是你用哪一種方式 會影響到你最終理刷的一個品質的一個原因 大概主要都是跟你的設定的parment 有一定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當然也大概都知道說 這私上的VP它有什麼樣的有缺點 那它的優點當然就是它處理出度比較快 那另外就是對於台灣大部分的意思來講 就是幾十年都活在這個處理方式底下 所以相對來講它是比較熟悉的 那當然它有一個缺點 大概包括了它就是startify的問題 然後它沒有辦法帶入各種的modality 或是gealmage的一個function去做修正的動作 那大部分的這個feel-back 大概都來自於就是從... 大部分的feel-back 都來自任苦feel-back 跟它的一個函數轉換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會可以預期到在這種線性函數的一個個性 就是隨著你重組的過程裡面 你的雜訊跟你的訊號會同時一起放大的一個情形 那在FDP裡面大概最大的造門 大概就是我們講做這兩個 就是Noise跟RT-back 會持續的在你的recontraction的這個過程中間 會一直造成干擾 不管你是用比較低的color frequency 或是比較高的color frequency 你都可以發現一樣會有Noise跟RT-back 的一些干擾在 那即使你說最近比較跟那個路克自由型一樣 比較補紅的那個收斂式的一些feel-back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 這個... 從傳統的Buddle Wars的方式換到用Match 這一類的feel-back去做 你可以看到你這樣品質稍微好一點 但是事實上雜訊跟甲影的部分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逃離...逃...逃離的 那... Active的時候我們常會開玩笑說 那個就是Active你怎麼看它的優缺點 你就把FDP的優缺點傳過來看 其實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優缺點包括哪些 它的優點當然是 你比較不用care到study factor這些問題 那... 你可以帶入各種的大理題 或是一個... 那個小almatch的一個方式的一個修正的一個值 那... 缺點呢當然就是它的電腦的loading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那... 對於台灣大部分醫師來講 長期使用的FDP的一個dialbase 那... 對於這種... 一般醫師來講的話 它比較不習慣這樣處理出來的底下 好... 在Active裡面比較... 比較... 比較清楚的就是... 你大概就知道 它在那個假影的部分影響比較小 但是它Noise實際上是會很容易受到你的Panit去做影響 比方說呢... 你在做完你的Active之後 你有沒有去做一個... 你有沒有... 在之前你有沒有做一個prefield 或是之後你有沒有做一個postfield的一個動作 會讓你的雜訊跟你的影響品質 會影響到你最終的一個eshow image 那... 或者說呢... 或者說呢... 我們知道... 當... 就是當你在... 當你在設定這個etation的時候 當你的etation 從... 從比較低的一個etation的路口的次數 跑到比較多的etation的一個路口的次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隨著你那個邊際重複運算的那個次數增加 你的... 那個影響會相對來說會變得更軌 所以在Active裡面 其實Noise它主要是受到的... 受到你的影響 大概主要是 在我們在PowerMaker上面的一個設定的影響 OK 那... 嗯...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比較care的問題 是怎麼樣找到一個合適的設定 其實大家都蠻擔心的 這個東西大家都在找 像... 大家如果去翻一些SNN的一些junum 或是像一些ZNN 甚至... 國內最近也有蠻多junum在討論這些問題 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合適的設定 那... 大部分大概都是依照... 我們大概都是依據Negle時刻的群像地理 那... 很多中文就會告訴你說 像巴德沃斯 那... 麻煩一下 像巴德沃斯或是Handing 那它都會告訴你說 在不同的ISO-TOOP底下 然後... 不同的活度底下 它會建議你一些參數值 你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設定的動作 OK 那當然也包括了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這個MLE用或是在Ocean裡面 它告訴你說 你的Altation要設多少 Subsid要設多少 但是呢 下一張 我們依照剛剛那個... EZNN那一份 那個... 引用度很高的那一份 junum裡面的這條件來設 是這樣設定之後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樣的影像 是不是蠻厲害的 對 其實很模糊 好的 當然 這是照剛剛那個Ocean的方式在做設定的 你還是看到一個很模糊的影像 好 那當然我們也把最近比較... 比較熱門的這個Mex的這個Field 在新疆這樣的引用裡面 把它帶進來 照他們建議的職去做設定 像這樣 像大家敢不敢用 基本上 這個我們賣個關子 再碰碰在Cover 但是 在這邊大家可以發現到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 這些junum裡面建議的這些參數值 你會發現它的在線性真的都不高 就是只有這家做出來的這樣 很漂亮 到換一家馬上就不一樣 那這我們後面會再來討論 那 那 那 在你做 在做U-Contraction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的輔助工具 可以幫助你把這個 這個U-Contraction工作做得更好 其實是有的 像